而另外县议员黄玲兰只是针对了南区最大稻米产区 希望县政府能够同一分区来燃烧稻草 另外也特别针对了农业用肥料 任供起涨骨子收购价格并没有调涨 更是特别的请县政府能够出面调动稻米收购的价格 来解决农民的问题 县议黄玲兰表示 花莲南区稻米是最大的生产地区 也是最大的股仓 農民们希望一年两次的稻座收成之后 希望能够分区燃烧稻草 让土司更加火化 另外针对地方希望能够回复以前一样 在各村里设置管制区来维护地方的治安 以及现今面临物价上涨肥料人工起涨之下 希望县政府能够协助农民们来收购合理的价格 副理我们可以分为两区 那么玉理可以分为四区 那么每期一年两期的稻座 每期就是只准一区来燃烧稻草 因为不论有机耕作或者惯性的一个耕种 目前虫害抗药性非常的强烈 那么药类的使用因为这些虫害比例也会比较重 那么因为我们花莲县在强调有机无堵的一个农业 那么让它回归到最天然的就是我们来燃烧稻草 那相信县政府在这方面相关的局处来做相关的一个研究 大家环保局还有我们农业处可以来做很好的一个讨论 十多年前稻子的价格至今都没有涨 甚至有下滑的一个迹象 白米构价调整了三次 农业用的肥料跟农药人工 我们这些工钱也都起涨 什么东西都涨 那么股价却下降了 我们的农民几里男人觉得在这一方面 这个是对农民真的是不合理 那是不是在县政府这边要来讨论 要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 就是收购 稻米收购价格的一个调整 就是以前我们乡下人都说管区 关窟关窟来到我们处里 以前都讲说会来查户口 但是至少有这些管区的一个严谨的一个走动 跟我们乡村里面村落里面的各家各户 有这样的互动 很多的一个民众的困难点 一个还有就是一些放可能会形成犯罪的一个这个区块 都将对的降低的非常低非常低 那么现在就是希望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个部分呢 再恢复到像以前 现在还原来表示对分区燃烧稻草方案 文化处出面调整稻米收购价格的提案 以及各村里设置管制序等地方的需求 也请县府能够多加用心来协助地方 记得订阅欢迎欢迎收费的 进入视频编 Ukraine 人民帮助地方 感谢观看